哈囉我是滴妹 今天我們要來惡搞阿滴 今天呢這一集我苦思了很久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之前我們做過很多盲測系列的影片 我們大部分都是盲測飲料 那也都是我主要在主持 那之前呢有一集是阿滴他要來盲測香味 經過那次盲測之後呢我就發現 其實如果盲測系列加一點比較惡趣味的話 應該會蠻好看的 所以阿滴已經有一次第一次經驗做盲測對不對 我就要再邀他做第二次盲測 然後這一次的盲測呢 我要請他來盲測抹茶冰淇淋 盲測冰淇淋嘛 他應該就是會很單純的想說 他就試吃好吃的冰淇淋就好了 不過呢這次我想要idea 就是我要在抹茶冰淇淋裡面加芥末 好我跟你講喔 這次挑選的芥末 它是特辣三葵醬 那我們等一下呢就是要先來做準備 因為哥哥今天他晚上出去跟別人吃飯 所以我是占用了工作室 來要做我們惡搞的事前準備 那基本上非常簡單 我這邊準備了芥末醬 然後這邊呢額外準備了抹茶粉 但是其實我等一下應該要首先嘗試的就是 把芥末醬跟抹茶冰淇淋混合在一起 然後試試看會不會露餡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我們的主角 我們的三葵醬嗓給打開 其實我有在想 我不知道這一瓶的芥末料夠不夠 沒關係反正我就先把它瓦出來 然後看看量 等一下這個味道超級超級濃烈 這個很容易露餡吧 聞了就很想吃壽司 想說去吃末壽司 喔對然後因為這個芥末呢 我有先把它冰到冷凍庫裡面 我覺得它還蠻像冰淇淋的耶 欸這個很棒耶 你看這樣一球 哥哥 哥哥對不起 這個就是抹茶冰淇淋啊 我跟你講如果你沒有聞到味道 這個完全就是抹茶冰淇淋的樣子 好了這個是我剛剛去加工 處理過來的抹茶冰淇淋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看 它能不能夠蓋過它的味道 給你拌 我覺得這裡好像在做那個 炒冰有沒有 還是有耶 應該是這樣 那如果明天呢拿出來 就是冰過之後拿出來 可能還是會有些微的芥末的味道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再用這個抹茶粉上去蓋 不過現在實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我來試吃看看 好 我覺得這個沒問題 沒關係我相信你可以的 加油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芥末抹茶冰拿去冰箱囉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芥末抹茶的冰淇淋加工已經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就馬上快轉到阿滴盲測的時間吧 哈囉我是滴妹 歡迎再次回到我們的盲測系列 那這次盲測系列呢 因為之前我們都是做飲料 然後我想說真的想要來點不一樣的 所以這次的主題我就挑選了 超商買得到的抹茶冰淇淋 我上次不是說要苦茶嗎 不是 因為上次哥哥你之前是不是測過香味 香味的盲測跟品嘗的盲測我覺得差很多 所以我想說這一次 我還特別挑選了比較不甜的抹茶口味 因為我想說這次盲測就讓你做 又要我盲測 對 那你吃冰淇淋 我不喜歡抹茶欸 What 蛤?你不喜歡抹茶嗎? 我很不喜歡抹茶 哈哈 你...你不知道嗎? 我... 我...我就不喜歡抹茶的味道 你不是很喜歡那種很健康很養生很苦 好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都...我都買了嘛 不是 我都準備了嘛 不是啊 因為我不喜歡吃抹茶啊 所以... 我也不喜歡吃抹茶啊 你又沒跟我講今天是我要拍 我...我脫子也沒... 我脫子都很亂嗎? 哈哈 真的很亂 好那現在開始 我們一樣就要介紹品項跟價錢 OK 好我現在就要來分裝那上面 這個是昨天我特製的 那今天是配搭的時候 有五種口味的 其實這個根本就不會用到 因為要加入我特製版本 所以等一下不會把這個放進去 好 我剛剛弄超久 因為我要把就是抹茶冰淇淋獨立弄出來 所以呢弄到最後 看起來很噁心 有一點 而且這兩排已經是水了吧 我...我竟然不看 我覺得這個是Hagandesse 它的樣子最完整 沒有沒有 你吃你先吃 沒什麼味道 蛤?不好吃喔 就是抹茶的味道 你真的不想抹茶喔 我不想 抹茶它就是 它一開始會有 先有一個甜味 但後面有一個很重的那個苦味 喔?這個... 它其實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味道 我應該還好 主要是吃下去 應該會很...很有差別 怎麼樣? 很難吃耶 這個的口感比這個更難吃 因為它這個還有一點點冰淇淋的口感你知道嗎 但是這...這個第三個它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綿密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會 比較像是冰淇淋 那怎麼了 怎麼了 怎樣… 怎麼了 怎麼了 不要嗎 歪城紙… 噁噁噁 這節眸吧 那是火柴冰淇淋啊 屁啦 你很辣耶 這是哪一個 第三個 這... 怎麼了怎麼了 第三個怎麼樣 妳自己吃吃看 我來幫妳吃 妳自己吃吃看 不是不是妳不用到妳不用到 妳吃吃看妳吃吃看 不是妳覺得喔 等一下妳過來妳過來 妳過來妳過來 妳吃一口 妳...妳...妳在... 妳在冰淇淋裡面放我 放...放... 妳在冰淇淋 妳整我對不對 就是妳...妳放...妳放抹茶進去對不對 沒有...我是想說 對啦 妳放太多了 靠這超辣的 妳放耶 放一點點有一點的味道 它整個都是... 它整個都是芥末耶 它裡面整個 這裡這一整塊都是芥末耶 我剛剛吃之前應該要聞的 但是妳...妳跟我講 前面兩個都沒有... 聞起來沒味道 我第三個我吃的時候 完全沒味道 直接這樣勾進去 欸我剛剛吃很大一口耶 我知道我知道 我剛剛...我剛剛有沒有想要 有...有思考要不要勸阻你 不要吃我大一口 沒想... 我現在打嗝都會有一個芥末的 哪一個是Higandass 妳...妳要不要吃吃看 妳要不要把剩下的吃完 我... 來... 有一個新的 那也可以 好... 怎麼好噁 妳剛剛吃... 綠色的... 妳好噁喔 好吐噢 不是芥末 妳...妳很喜歡吃芥末啊 對不對 我喜歡配著生魚片吃 我不喜歡一大口全部都是吃芥末 意外的我覺得我抹茶吸收度比妳還高耶 我其實都覺得蠻好吃的耶 妳加了這麼多進去 它...它... 把一整罐的芥末都加進去 我跟...跟講各位 我剛剛的反應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剛剛整個是... 好 所以等一下 這個是什麼 呃...這個是... 這個 好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盲測系列之惡疹 阿滴這個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 還蠻成功的啦 我們謝謝阿滴的犧牲以及貢獻 好不好 好啦 也給滴妹一個家獎啦 不錯啦 這個企劃安排得蠻天衣無縫的 居然可以想像得到是用抹茶去掩蓋住山葵的綠色 對啊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要怎麼樣把顏色就是弄成一樣 生活當中有一些小小的樂趣阿對不對 有一些surprise 什麼都... 他說他喜歡的話可以多留耶 那之後可能可以多留耶 沒有 欸你是要怎麼樣 你都一直在整我耶 你之前補習班也整我 沒有啊 然後這裡整我 你是想要發展成一個系列是不是 你這... 時隔半年了耶 所以半年會有一次對不對 不好說 我看一下下一次是可能之後 我稍微記一下 稍微有一個提醒一下 好啦 那這次的這個盲測影片呢 應該說這次的二者影片 就是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記得給個讚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樂掉任何一集喔 可以喔 那我們 我們這個抽獎送出 抽獎送出 抽獎送出 對抽獎送出 這個啊這個是 剩下 只剩下一點點了 這個三個 好那我們就差不多了齁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你把他這吃完 不行 你把他這吃完 會死人 沒有我等一下還要拍一支影片 喔 對 所以我 拍完那支影片再吃完 好 好 我愛你